今天我教大家做這個輻射啫喱 首先準備了提煉好的有235 將它們放入準備好的核反應堆 然後等它們發生核融合 觸發核連鎖反應 但由於熱量太高的中置 不容易被核吸收 所以我們需要用慢化劑來抑壓核反應 最後注入LEGO的反應爐中 再將它們放入冷卻系統 記住冷卻的時間一定要夠長 否則就會像我這樣 在樂樂的吹壁下提前合爆 啫喱就好像中了輻射 最後呢 我的LEGO啫喱是失敗了 你看 你看這些完全是還沒碰的 我拿出來就太粗魯了 你看那些LEGO人的腳都斷了 失敗了 不過幸好還有其他補救 就是這些 這些 這些 好不好吃啊 對呀 這些就是在一個碗製的 然後再切出來 怎樣啊?那些噁心的LEGO啫喱怎樣 樂樂你覺得 你覺得這次媽媽做這個LEGO啫喱怎樣 不會美髻 但是好不好吃啊 超超好吃 超超好吃 對呀 那下次我會努力一點做的 做漂亮點NEGO啫喱好不好 然後做了之後 吃的時候呢 如果吃得多好味面 אבל有食譯 好啦 mod 好了你幫我可以 righteousness 拜拜 拜拜 我們開始吃了 好了